中秋节快乐 那么我们今天一家人呢 在泰国的曼谷 然后过第一个家庭的中秋节 大家是不是非常开心呢 你看我们准备了什么东西啊 我们准备了香格里拉的月饼 这都是泰国公司的月饼 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 瘦桃 攀桃 然后有梨苹果 你们想不想吃 想吃的有条件的 然后呢 每个人要讲中秋和月饼相关的故事 宝贝的话今天就没得吃 选哪个 嗯 我选这个 选这个是月饼 这个酥的就不算了 这个 OK 都选这个 都选这个 我们今天就 把这个香格里拉的月饼 拿出来了 金雪来了一个香格里拉的月饼 现在由Edward来煮刀 切成四分 OK 蛋黄的 我们知道了 这个是蛋黄馅的月饼 在一到两个钟内 讲一个短小惊悍的 关于月饼和中秋的故事 谢谢了 可以讲好讲一下 OK 那好吧 那就这样 关于月饼的月饼和中秋 那么呢 在圆巢里 有一个人呢 想把 想推翻那个圆巢 情报不能告诉很多人 所以呢 他没有 那个人就想个办法 就做了个饼 把里面藏了一个字条 上面现在就是 关于起义的事 所以呢 在8月15 那一晚上呢 很多人都在吃月饼 结果发现那一张书条 说要起义 要去推翻圆巢 所以拿所有武器 然后呢 就把圆巢推翻了 反正就讲到对了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快 S到了 S快讲月饼的故事 我讲的 OK 你讲哪 我今天讲的故事呢 就是 木钢 坎 桂树 那曾经有个人呢 他叫做木钢 他有个树下 这里有根本 他就觉得呢 他就是个童仙 结果 还真的是个神仙 于是呢 他就请教他 把神仙呢 让他去砍 一个桂树 那个桂树呢 那个桂树呢 坐在那个月亮上 然后呢 他就飞到月亮上 后 桂树去 他其实在那里砍 砍了好几年了 一直在那里砍了 所以呢 我们看月亮的时候 月亮上就看到 我一个人 在那里砍树 没砍 哈哈哈哈 你们俩故事讲完了 我们俩来吃 慢慢品尝月饼 中秋节呢 故事是从春秋时候呢 已经开始了 其实呢 从那个发掘的这些 纪念物品来说呢 这些中秋节呢 是一种祭祀的传统 就是说 以前古人的时候呢 用这个 在八月十五的时候呢 祭拜月亮 嗯 祭拜的过程呢 他们会用一些饼啊 水果啊 什么的来 祭拜 所以呢 就延续到现在 出一个大的节日 泰国人呢 你们有很多华人 华人是 最早是从 常山离去过来了 就把中管中秋节 带到了泰国 嗯 带到了嘛 但是他们 是 朝山一带 中秋节的那种特点啊 过节的时候 他们不叫中秋节 也叫祈月节啊 祈祷的祈 月亮的月 叫祈月节 祈祷 对啊 祭拜祖先 然后要祭拜月神 谁是月神呢 我 你们听说八仙过海 没错啊 八仙 为什么要祭拜他们呢 因为听说这一天呢 八仙呢 他会拿这个仙桃 拿上去是 到天庭去送给观音 所以说这一天 他都要把 攀陶 摆到这儿 要进八仙 反而呢 这个月饼呢 是配角 主角是攀陶 知道吧 所以说这个是泰国人 月饼 过中秋节不一样的 OK 吃一个 讲一个 好 嗯 我觉得这个月饼味道还是不错的 我特别特别 最喜欢的蛋黄 提前的好吃 但是呢 来月饼那个蛋黄 里边适合啊 除了蛋黄 它还有一个适合 刚开始吃起来甜甜的 后来你越吃的话呢 你会感觉 稍微有点腻 不过味道还是不错了 Elsa 你觉得怎么样 这月饼尝起来 嗯 调个气点 叫她说 这个月饼 这种皮 是我的最爱 因为她看起来 看起来很好的 嗯 这中间我还喜欢吃 嗯 中间我还喜欢吃 但我别想吃 嗯 嗯 甜是甜的 我喜欢 不过呢 就是碳免作用 嗯 然后蛋黄我不喜欢吃 我就不懂 你爸爸最喜欢的一个 一个是蛋黄 然后另外一个 吃这里面 连年的那个 连绒啊 那软软的 应该是连绒 那个味道甜甜的 那甜甜的嚼的 朋友又有一点点 好像很劲道的 那个叫花生啊 还是 杏仁 杏仁 这个杏仁是这个月饼中的 精华部分 哎呀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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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烤鱼 烤鱼的味道啊 烤鱼的味道啊 那么最后呢 我们祝所有在泰国的华人 还有天下的华人 以及在家乡的所有的亲人们 中秋节快乐 8月15 幼儿园 一家团圆 乐无边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